您好 欢迎乘机 先生 我们换一下座位 你来这里 懒得动 不 先生 我不是跟你商量 我是在命令你 飞机车 那 你说什么 我数三个数 你要是再不给我换座位的话 休怪我不客气 一 二 三 我听你数了 你能怎么样啊 沈南 尤西 秦将军 我们又见面 这次恐怕你跑不了了 又是你们这些八旗神会的鬼子 我还真是低估你们了 我特意改到英国 直接返回龙谷 没想到 还是被你们发现 没想到这次 这么容易就抓到了你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哈哈哈哈 你真的认为 你们处于优势吗 什么意思 他还是为武者吗 有点意思 先生 不好意思 让你受惊了 没事 尊敬的旅客 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 请携带好随身物品 叶军林 他竟然是叶军林 怎么了 将军 他就是曾经的叶家气少 叶军林 就是曾经跟你有过婚约的那个 他现在跟你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您贵为五星上将 而他只不过是一个豪门气少吧 去调查一下 看他来江城做什么 是将军 还有 听说西方黑暗世界之主 阿叶军王已经到达江城 我们一定要见到他 是将军 拜见阿叶军王 都起来吧 军王 江城城主 听说您立临将城 特意送上顶级别墅 云顶天宫一趟 收下吧 龙国国主 听说您回归龙国 特别为您准备了军王宴 日期定在七日后 知道了 非洲军阀 再次掀起混战 联合国想请您前去调停 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回归龙国 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西方的那些纷争 我也不想参与了 是 不错 像 像大嫂的儿子 像有个屁用 不过就是个豪门气哨而已 你 军林啊 这些年在国外受苦了 既然平安归来 那就尽快履行婚约吧 李叔 这不大合适吧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大哥与大嫂 就没有现在的李家 我绝对不会让他的孩子受苦 找了你这么多年 终于打听到你的消息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 让志涵嫁给你 让你此生无忧啊 老李 我可不同意啊 我们女儿这么优秀 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废物 一看就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才跑到咱们李家 来盘亲戚来了 行了 闭嘴吧 如果没有大哥大嫂 能有李家的今天 行 李叔 既然如此 那这颗夜明珠 就当是我的定亲之力了 什么夜明珠 我看 就是个水货吧 雅兰 不能这么说 李轻情一重 志涵啊 军林初来乍到的 你带他出去赚赚 买些衣服和生活用品 愣着干什么呀 走啊 说吧 要多少钱才能取消婚事 不缺钱 别装了 你都混成什么样了 你还以为你是叶家大少爷 那你信不信 我有让叶家扶手的力量 滚下去 滚下去 叶军林 除非叶家把你接回去 否则 这辈子都别想让我嫁你 就这么个破烂玩意儿 居然还说是什么夜明珠 真当我们没见过东西呢 雅兰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就算他不值钱 那他也是分心意不识 狗屁心 就这么个破烂珠子 就想到我女儿在订婚礼 他做梦 吴老宁来了 来来坐坐 我来是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据说 闻名全球的暗夜君王 即将立临江城 国主为了迎接他 准备了一场隆重的夜会 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消息的 如果能有幸参加这次宴会 就能结识全国顶尖的权贵 还能预赌暗夜君王的风采 这样的宴会 恐怕我们李家还没有资格吧 吴老 您是受到热情盘了 我也没有 看来啊 我们要好好走动走动才行 这难道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 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这种宝贝 死而无憾了 绝世真品 这东西难道还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可是一品玻璃种 帝王绿叶明珠啊 你看看 个头水头都是上上等 恰值千万呢 怎么会这样啊 这么好的宝贝 你们是从何所得 为什么把这么珍贵的东西 扔垃圾桶里啊 宝天天物 宝天天物 这是为侄子给我们的 本来以为他不值钱的嘛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呀 像这样好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 别再胡乱丢弃了呀 我没有白来 没有什么事 我走了 那吴老你慢走啊 我就不送您了啊 你看看 君林跟咱们一见面 就给了咱们这么一份大礼 你还那样说的 我跟你说啊 待会君林回来 你一定要跟他道歉 什么大礼 这还不是他当年从叶家偷出来的 就算是他当年从叶家带出来的 那也是君林身上最贵重的东西了 他竟然拿出来当聘 怎么着 还不行吗 要想我把女儿嫁给他 除非他还是当年的叶大少 将军 你看前面那个人 像不像飞机上那家伙 还真是的 他不是应该投奔李家了吗 怎么跑这荒郊野外来 停车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认识 你真人有见放症吧 我们今天上午坐的是同一班飞机 有点影响 幸会 我好有事 先走一步了 叶军林 上车 我有话对你做 好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 前当玉是吧 有话直说 我很忙的 你 认出我是谁了 当然 我原本以为此生都不会和你有交集 没想到一天之内 却遇到你两次 不会再有第三次了 不可否认 如果你还在叶家的话 或许我们早就结婚生子 我知道 你刚刚回国投靠了李家 李文康还想把女儿嫁给你 投靠李家对于你来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李家一日不倒 你便可以一世无忧 我知道 这种性质叫做上门女婿 身在豪门 你可能会受到很多委屈 但这跟现实比起来 都不算什么 念在我们之前有过婚约 说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 不要觉得做上门女婿 有什么丢人的 能娶到李止涵这样的媳妇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你在施首我 什么意思 你给我听好了 别说区区一个李家 就算是叶家 在我眼里也是垃圾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麻烦以后离我远点 开车 喂 叶峻林 你怎么才来 大家等你这么久 真不懂规矩 叶大少 你来得正好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我对止涵一见倾心 可李叔却说 他已经把他取配给了你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条件 你才肯解除婚约 你要是真喜欢止涵 就应该放手 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门婚事 我从一开始 就是不同意的 你还是自己去找你李叔叔 解除婚约的事情吧 你就直接说 要多少钱肯同意 就你那两个钢帮 你还是自选我是吧 你好大的口气 你还真以为你是叶家大少爷 你要是没被赶出叶家 你自有资格出这种 那现在你就是一只丧家之犬吧 还要口出狂言 我要压你 何须借助叶家的力量 我一人足以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一个人如何压我 你真想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有本事你不动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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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打我 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行 叶军林 你完了 你给我等着 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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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林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 你居然干到侯大手 不是 你们都听见了 是他让我动手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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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李家完了 说了吧 就你们这点隐匿的身法 太垃圾了 八旗神会的人 你们 是来杀秦阳玉的 八旗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 那你就去死吧 那就去死吧 胆敢踏入 无无境 真死 你可是 阿姨 八旗神会的杀手 竟然死在我家门口 而且死得这么悄无声息 谁动了手呢 帮我查一下云顶天宫主人的真实身份 是 叶军林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你这个扫把星 你这次把我们都害惨了 叶军林 我们李家 到底欠了你什么呀 你这个该死的操把星 非要这样害我们 也不知道 爸当初是怎么想的 收留这个祸害 要我说 干脆把他打断手脚 捆到侯家去献罪 到底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你昨天把人侯大少给打了 人家现在要来 上门兴师问罪了 那让他们来就好啊 我一人坐视一人当 你 君尼啊 这个事儿 已经不是你能扛的了 那个侯家家主 侯长群呢 他是武道高手啊 整个江城啊 都没有他的对手 那怎么办呀 放心啊 我呢 跟江城镇守秦将军 有些交情 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 他马上就到 秦将军来了呀 是啊 秦将军到 又是这个废物惹的祸 谁是废物还不一定呢 放肆 小南 不得无礼 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 让我一礼相来 除非他还是原来的 叶家大少女还差 挺热闹啊 叶军连 没想到吧 本少爷说过 谁敢打我 我就亲自带人 铲平他家 就凭你 还有你这个废物老爹 死到里头还在死 杀你 我只欣一圈 今天 你的对手受了 你 什么 你已经到了练气棋 我刚刚突破练气棋 今天拿你开刀 想拿我开刀 你还不够格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是自己来的 看来是请了帮手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是何方神圣 不非 是龙国四大战神之一 是我 四大战神算什么 还不配给我们老大擦鞋 参见教父 李家主 这位是我通过帝都的 一位朋友认识的高审 机器里黑手党教父 麦克 他可是西方黑暗世界之主 暗夜君王的神像 什么 暗夜君王 看来 你听过我老大的名字 听 听 听过 近日之事 你该怎么办呢 教父 我和陈三 马上离开江城 你能保 保安过我们一条上路 爸 你不答应我要给我报仇吗 闭嘴 我们马上走 那个废物 你以为你躲起来 就万事大吉了 给我滚过来 属下败见暗夜君王 属下败见暗夜君王 什么暗夜君王 认识人了吧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与我们君王 长得几分相似 怎么可能 君王是何等人也 这个废物 怎么会跟君王长得像 你的意思是我眼下了 在下不敢 只是教父有所不知 这个叶君林 只不过是一个 在李家混吃混喝的废物 那是你们家事 我就不管 我有事在身 先走了 再见 教父慢走 这个废物 居然和大名鼎鼎的暗夜君王 长得有点像 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对了 你是怎么请到迈克先生的 不是我请来的 他是正好来江城 办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你们知道吗 君王大人即将回归龙国 迈克准备为君王 办一场君王宴 陈半方 正是江城第一大家族 族杨家 届时 不止江城豪门 就连龙国高层都会来 这可是我们龙国的大事 这事 我也律有耳闻 那就不知道 秦教军 能否帮我们李家 要一份邀请函呢 君王大人身份何等尊贵 据说 君王宴的邀请函 已经在黑市 炒到了两千万一张 就连我这个江城镇守 也只拿到了一张 叶军林呢 你说他呀 肯定是怕秦将军你怪罪 偷偷溜走了呗 这一家人真难搞 折腾了一上 饭得没吃 别好 在山里面搞点饮味 午饭就成了 爷爷推下来这么久了 没想到枪法还是这么准 那是 爷爷在部队的时候 可是神枪手啊 老了 老了 爷爷 前方十点钟方向 有猎物出现 找中了 爷 我去帮你把猎物捡回来 好 爷爷真厉害 还是不见当年 你干什么 把措子给我放下 这是我打的 这明明是我爷爷用的枪打 你打的 那你说说 你用什么打到的 我用石子打的 石子 别搞笑了你 把措子给我放下 算了算了 一只野兔子而已就给他吧 行到没有 还不快滚 走 你说什么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站在我面前的不就是你吗 我说的是这位 不认识 小兄弟 我们对你可并没有恶意 但是有一些事情 还是理论清楚的好 方才你出言不逊 我们暂且不计较 但是 你手里这只兔子 确实是我们打到的 我们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作证 除了我 你们都是一伙的 和他作证一说 你刚刚不是说 你用一粒石子打到兔子的吗 那好啊 那你给我们证明一下 好 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 看好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一念之间 竟然引了天地异动 简直神迹 神迹啊 如此可怕的身手 房间整个龙国 也只不过有四个人可以做到 难道 爷您说的是四大战神 没错 这 这不会这么夸张吧 我随为见过四大战神出手 也有所耳闻 以这位先生的身手 足以与四大战神 有一战之力啊 爷爷快看 这伤口虽然是子弹所为 但是没有一点火药味 应该不是热武器所为 哎呀 不糊涂啊 爷爷 我觉得我们应该 尽快找到那位高手 赶快去找 然后诚恳道歉 最好能与之邪交 走 你在跟踪我呀 没有啊 我只是想 亲自跟先生 赔礼道歉 不必了 那 我能请您吃顿饭吗 不能 先生您别误会 我只是想 代表爷爷 给您赔礼道歉 而且 您应该饿了吧 那 走吧 这边请 先生还没有女朋友吧 不该问的别问 哟哟哟 这不是洛雪吗 你 怎么在这里啊 夏飞宇 你来做什么 我嘛 来江承瑜 谈点生意 刚好看到你的车 停在下面 所以就进来看一下 这位是 与你无关 不该问的别问啊 这位就是当年的叶家大寿 叶军林 不久前 做了李家女婿 原来你就是那个被叶家遗弃的废物啊 你这眼光 现在是越来越差劲了 但凡请路边一个乞丐 也比请这个废物强吧 够了啊 我说若雪啊 咱不要动气嘛 你给我滚出去 小雪 你为了这个废物 让我滚 你们要少出去吵 不要打扰我吃饭 今天本少爷 还就非坐在这一桌吃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吧 经理呢 给我滚过来 下手 有何吩咐 黄经理 我可以坐在这一桌吗 当然可以啊 您可是我们西西里餐厅集团 博金卡的尊贵会员 这里的每一个地方 您都可以坐的 小子 听到了吗 该滚出去的人 是你 黄经理 把他 给我赶出去 先生 那个先生 保安 刚才你也听到 下手 要让你马上离开 你确定他有这个资格吗 你们这儿 是西西里餐厅吗 对啊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 该滚的人是谁 是孙黑卡 这 下手 请您离开 我敢于在灯门道谢赔罪 你滚毛听错了吧 我说的是让他们滚 出去 那 哎 哎 绑安 把下手给我偷出去 你 干啥呢 造反的是吧 我看你们几个谁敢动 谁要敢动一下 我招人抄了他全家 这这这 别以为拿张破卡 就能吓唬我 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响头 然后从这儿爬出去 然后从这儿爬出去 先生 我们也不打扰了 走走走走 你竟然用一张西西里集团的至尊黑卡 据说这张卡 全球一共才发出去三张 你说那张破卡 那是麦克硬撒给我的 你说的是西西里黑手党教父 麦克路易斯 你认识他 你话怎么这么多 你要是再多嘴 我把你也请出去 先生 您是不是没开车来啊 这辆车送给您代步吧 不用了 我还是习惯走路 你还没跟我说 你的联系方式呢 下次吧 俊林啊 明天 安排你去止寒公司上班 今天晚上 好好休息 吃饭 我吃饱了 先回房间了 来来 吃吧 吃吧 阿晴 明天那讨厌的废物 就要跟我一起去公司 让他来啊 不是说 他给你死亡公司很重 找个机会叫人家 好 不过别太好了 我爸爸会骂人吧 表姐 你就放心吧 我有的是办理 长得马马虎虎 身材也过得去 只可惜啊 无权无事 有一副好皮 那又如何 走吧 张少已经等很久了 志涵 阿晴 你们来了 这位是 我来介绍 他叫叶军灵 也是志涵的未婚夫 未婚夫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 不知道来自哪个家族 张少 你没听秦姐刚说吗 他就是被叶家驱逐的气少 叶军灵 原来是叶家的丧家之犬啊 我还以为谁呢 他们都是开玩笑的 你别在意 没事 小韩妹妹 你不是一直都想看我射箭吗 今天就满足你 来 请坐 前两天 张少拿到了世界巡回职业赛射箭 第九名的好成绩 世界巡回赛第九名 那么厉害 叶少也是出身超级豪门 想必射箭水平也是不错的吧 温如 你和张少不是一场 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怎么样 算了 没意思 不会就不会 装什么装 这样吧 别说我欺负你 我们一人三见 谁射的环数多 谁就赢 行啊 那就比一句 我先来 哇 竟然是十环 张大少果然是冠金之子 又是十环 张少今天状态可是拉满了 叶家废物在这儿 我当然得超长发挥了 不然让他看了笑话 我以后在江城还怎么混 看来游戏已经结束了 叶军林 我带你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知道 做人要老老实实 不要好高骛远 懂吗 小子 你已经输了 你错了 游戏才刚刚开始 你要干什么 神经病 你敢射问上 让你射靶子上 你都骗到姥姥见去了 你瞎了吗 吓我一跳 这么近都没射中我 废物一个 等等 你看 这什么情况 他是怎么做的 百步穿扬也不够如此 莫非他不是普通人 这也太回亮了吧 准不准的且不说 这小子倒很会讨论关系嘛 你到底还比不比 我说了 游戏才刚刚开始 小子 别说大话 张绍三件都是把戏 你就是最高成绩了 你就算是射得 再好都没有用 还是认输吧 整这些花里虎哨的 有个屁用 最后还不是凭实力说话 一个气哨 你拿什么跟我 刚才 完全凭的就是运气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就算了 你输给张绍也不算丢人 毕竟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吗 你说的没错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而我 就是那片天 你要干什么你 叶军你 你疯了 你知道在干什么吗 能到是 不可能 我这样算吗 我这样算吗 叶军林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很难吗 几千米外的移动目标 我都能一枪射出 这区区几十米外的靶子 自然是毫无难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看 他就是作弊 作弊 私心本来就是半透明的 我看他就是装箱作势 叶军林 没想到这几年 你别的没学会 这坑蒙拐骗的本事 倒是长了不少啊 没意思 你们玩吧 我先放个测试 你 喂 你们说叶军林这小子 射箱技术怎么这么厉害 他会射箱又怎么样 别人玩的是才华 他 就是不务正义 新将军你好 我是小张 我爸是张国强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李梓涵 昨天我们见过 昨日多谢请将军相助 我代我父亲谢过 你果然很漂亮 叶军林那小子挺有福气 您认识叶军林 您认识叶军林 算是吧 三天后是我的生殖宴 届时我会被分为五星上将 叶军林跟我的差距更是天壤之比 不过出于补偿 这个邀请函 是我给你和叶军林的 这是什么意思 志涵 你还不知道吧 叶军林之前和秦将军有过婚约 不过现在都已经作废了 但这张请柬可是非常珍贵啊 到时候肯定会来很多大人 什么 他居然跟秦将军有过婚约 秦将军可是我的偶像 姐 看来这小子还不是一无是处嘛 起码帮你混到一张养奖 我早晚会成为秦将军这样的人 叶军林 如何配得上 怎么不玩呢 你跟秦将军有过婚约 很久之前的事了 我知道你以前是叶家大少爷 但我希望你现在忘了 毕竟你跟秦将军 一个高贵如天上凤凰 一个卑微如蝼蚁 你们俩是不可能的 蝼蚁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个地狱是吧 对啊 这说起来太没意思了 好端端的兴致 都被这小子给搅黄了 咱们去唱歌吧 好啊 这附近有一家皇朝 肯定为不错 志涵 你觉得没 那走吧 记住 一会儿把这小子往死里换 放心吧张少 等会儿 万不死他 乐了张少 一会儿杨晨峰也送来 杨大少要来 他不是在帝都什么 飞龙特训队吗 杨大少 原来京城办点事 所以提前请假过来 等我跟杨大少搭上关系 还愁搞不定这个废物 来 叶少 别唱了 别唱了 咱们来喝酒 来来来 唱什么呀 来 喝酒 来 来 动快 来 Enjoy 杨绍到 杨绍 你还记得我吗 我 小张 我爸张光强 你还记得吗 小张 这小子我可不认识啊 他 叶先生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还记得我吗 昨天我们在路山猎场 刚刚见过 有点影响 怎么了 我能邀请您去杨家做客吗 我爷爷一直想见你一面 跟你说声抱歉 再没空 叶少 你 怎么回事 杨绍为什么对叶军林 这个废物这么尊敬 我知道为什么 杨绍从小在部队训练 很少关注外界豪门的事情 所以 他应该不知道 叶军林被赶出叶家 已经不是叶家大少人了 对 只还说得对 肯定是怎么回事 叶军林 真不是东西 明明已经不是叶家人 还利用叶家的名字 在外面招摇撞骗 改天我一定会在杨少面前 揭穿他的谎 禀告将军 我已查清云顶天宫所住的是谁了 是谁 暗夜君王 什么 竟然是暗夜君王 是 那栋别墅是国主所给他的 我突然有了个想法 我要邀请暗夜君王来参加我的生殖宴 并且拜他为食 可是 他会答应我 麦克不是他的手下吗 我们可以尾封卖去联系他 站住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秦将军就住在云顶山庄 这么巧 我也住在云顶山庄 你放屁 你知道云顶山庄多少钱一平吗 还你也住在这儿 简直就是笑话 狗眼看着你 我看你才是个笑话 算了 盛南 别跟他一般坚持 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我要进去 够了 叶军林 你到底有完没完 整天尾随我制造偶遇 你这样有意思吗 是 我之前是跟你有婚约 但那都是两大家族之前的事情 现在我们婚约已经作废 你这样纠缠我 没有任何意义 白痴 说什么 你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还我尾随你 你放花痴啊 这是业主卡 假的 一定是假的 是真是假 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最近的业主 请进 最近的业主 请进 怎么可能 秦将军 他的卡一定是偷的 我建议严查 算了 他也挺可怜的 如果不是十年前被逐出夜角 可能 我们已经结婚生子了 这个小人 我下次见到他 一定饶不过他 郡王 金亮玉想要邀请您 出席他的生殖宴 还想拜您为师 您看 这个蠢女人 算了 我就给她一次机会了 你告诉她 我会去参加 但是否说她为徒 就要看她自己的造谎 好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嗯 喂 秦将军 郡王已经答应出席了 我 是否收你为徒 我看你表现了 怎么样 郡王答应了吗 答应了 他答应出席我的生殖宴 至于能否拜他为师 说是要看表现 太好了 将军 你能邀请暗夜君王出席 这是天大的面子 那是自己 不过我要好好准备准备 不能让君王失望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是去参加 秦将军 秦良玉的生殖宴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最好有分寸 今日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生殖宴 我秦良玉在此谢过各位 秦将军哪里话 能够参加秦将军的生殖宴 是我侯家的荣幸 秦将军 能一睹您的风采 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大家说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今日 我还要宣布一件大事 暗夜君王也会来参加我的生殖宴 这张椅子 就是给君王准备 暗夜君王 是西方黑暗世界之主的暗夜君王吗 秦将军若能得到君王大人的提携 定能飞龙在天呢 不仅如此 暗夜君王还答应收我们将军为徒 什么 真将军 暗夜君王 真是真他 收将军为徒 大家静一静 暗夜君王还没正式答应收我为徒 只是我提出了拜师的想法 他老人家 还在考虑 暗夜君王应该快来了吧 时间差不多了 应该快到了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你能来 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来 这里可是秦将军的生殖宴 菜做的 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任务 都是有邀请函的 算什么东西 是我邀请他们来的 叶金灵 我知道我对你有所亏欠 今日在场的 都是江城权贵 你好好表现 随便结交一个 提拔你一下 都可以让你清零直胜 还不快谢谢秦将军 谢什么 就他们这群人 还想提拔我吗 他们不会 你说什么 真是 谁不知道你是李家坠婿 竟敢口出狂言 还有你呢 你凭什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还对别人贫图论足 你知不知道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大大的叶军林 竟敢这样跟将军讲话 叶军林 还不乖乖跪下 磕三个想头 给秦将军赔礼道歉 我清邦保证 得罪秦将军 以后将成 唯有你的立足之地 我真是想不明白 一个臭屁女人的臭脚 有什么值得你们挺的 叶军林 给我闭嘴 给我闭嘴 我来告诉你好了 我是龙国冉冉升起的将星 刚刚被提升为五星上将 甚至还要拜君王为师 你 落败叶家的遗孤 李家的上门女婿 你我之间的差距 犹如萤火之光 与天上之好运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知道你在我眼里像什么 像个弱势 你说什么 无妨 强者是不会在乎弱者说什么 叶军林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你我之间观点不合 那么对不起 请你出去 我还有贵客要接的 实话告诉你吧 白师 我就是你要接待的贵客 我就是暗夜君王 借于你刚刚对我的态度 我决定不说 大胆叶军林 你竟然敢冒充暗夜君王 你不知道这是死罪吗 叶军林 你说什么我都可以饶恕 但是你竟然敢冒充暗夜君王 简直无法无天 罪不可恕 对 绝对不能饶了他 按照龙国律令 可以究竟斩杀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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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叶军林 这次我饶你不死 你走吧 既然你不信 那就不能怪我 只能怪你自己 有眼无珠 教父到 参见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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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什么时候来 君王他已经来了 什么 但是你的表现令他很不美 他已经走了 教父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秦将军 帮你争取这次机会 我已经尽了全力 可惜你没有把握好 现如今 我也没有办法挽回了 不过 还是恭祝你 身为五星上将 我还有事 先奏一 教父 君王 竟然拒绝了 秦将军的拜师 这则消息 明天一定会得到 龙国头条的 怎么会这样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一定是他 是这家伙的嚣张行为 惹怒了君王 所以君王才会不安而别的 叶军林 你惹怒了君王 毁了秦将军的前程 万死难逃其救 还不乖乖自财谢罪 秦将军 对不起 我不该带他来的 都是他自己自作自受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秦将军 旁贝之徒 你说什么 像你这样刚刚取得了一点成就 就高高在上 自以为是 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的女人 就算我是君王 我也不会说你 秦将军 这小子一定是有预谋了 故意破坏你的拜师爷 破坏你和君王的关系 对 事上的事 哪有这么巧的 还一定是故意的 甚至 有可能是别国的奸细 对 一定要杀了他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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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林 你说 为什么脚落我的生殖业 为什么冒充天王 为什么破坏我的拜师里 你说你到底什么目的 我就是看不惯你 嚣张跋扈的样子 就这么简单 史涵 我们走 叶军林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秦将军一句话 就可以让李家在江城 毫无立足之地 那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 能让李家成为江城之王 你什么时候能不再说大话 你一句话 让李家成为江城之王 你当真以为自己是暗夜君王呢 我真的让叶军王 怎么就没人信呢 将军 我们现在怎么办 当下我有亲自找到君王 当面解释 当面道歉 那个叶军林 怎么处置 算 毕竟我们两家是世交 是我撕毁婚约在兴 他搅乱了我的身职业 我们俩清 将军 你对他太仁慈了 如果再有一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当午之急 我们先去云顶天宫找到君王 走吧 是 君王 我是江城镇守秦阳运 特地来为今日生殖宴君事道歉 君王 我是江城镇守秦阳运 特来为今日生殖宴君事道歉 君王 如果你是因为今日那个不知死活的 滚小的分析 那大可不必 因为他就是个傻子 他脑子有问题 请您原谅 何止是个傻子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我们就不应该邀请他来的 他肯定是疯病发作了 才敢做上给您准备的作意 还要疯不得不如 简直是狂妄自大 丧心病狂 就是条疯狗 这 这是诗传已久的虎豹雷衣 君王果然实力不凡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扯 是 叶君林 好好地一个情小姐的生殖宴 本是我们李家结交权贵的大好机会 现在全被你给毁了 就是 你一个人想死 别连累我们李家 你们就不要瞒叶君林了 他也不是有意的 他还不是有意的 爸 你知不知道 他昨天在秦将军的生殖宴上 有多嚣张 俊妮啊 以后别这样了 错过了秦将军的生殖宴 不要紧 咱们李家 还有一个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 什么机会 过两天 就是暗艳君王的君王宴了 这次君王宴的规格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到时候 全国的权贵都会来参加 咱们家 只要能进去 随便结交那么几个权贵 咱们李家呀 就可以升天了 哎 你说的倒是轻巧 君王宴 咱们 哪有机会啊 君王宴的邀请函 我们张家已经拿到了 君王宴的邀请函 我们张家已经拿到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李伯 我的好侄子 能不能带我们也参加呀 去见见世面 如果止函愿意 跟我递结婚约的话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自然可以一起赴宴 老李 你说句话呀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君宴和止函的婚约 已经定下来了 这事谁都不能阻止 今天我也把我放着 志涵是绝对不会 嫁给这个废财的 今天他们两个的婚约 必须解除 爸 我不想嫁给他 哎呀 老李 你就忍心看这女儿 嫁给这个废物 会乱她的一生吗 这 李叔 不用为难了 既然他们都不请愿 那这婚约就解除好了 叶军林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可别怪我们李家 无情无义 建立 你这 既然你同意了 就把这个签了吧 恭喜你啊 得偿所愿 不是我们逼你 要不是昨天秦将军保护你 你早就被侯长群一拳打死 他保护我 他有什么资格 你简直无药可救 都到现在这种地步了 你还在嘴硬 你要有能力 会以叶家大少爷的身份 去欺骗杨少爷吗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算 反正你也不会承认 既然婚约已经解除 从此以后 我们再无瓜 你是死是活 都与我无关 虽然你又蠢又笨 但是我看在李叔的面子上 可以破例出手救你一次 但只有一次 笑话 我会需要你救吗 那就拭目以待吧 李伯 这下 可以带我们去君王宴了吧 既然婚约已经解除了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自然可以一起敷烟 区区一张情帖 不要多重有多重 够了 叶军林 如果你脚踏实地的话 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 我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可你飞扬浮躁 满嘴大话 你太令我失望了 喂 立刻给我送十张情帖 来你家 十张情帖 你怎么不上天呢 疯了 老李 你这个大侄子他疯了 我看是刚刚被退婚 精神受刺激了吧 我看是刚刚被退婚 杨大小姐来我李家 不知有何会干的 江城君王宴由我杨家承办 封迈克教主之命 特赠请柬十张 什么 没听清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听清了 听清了 你们李家还真是大手笔 我爷爷是龙国功勋 也就收到了一张邀请函 这真是折上我李家 我李家何德何能 叶先生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杨小姐 这位是小旭叶居灵 你们认识吗 阿姨 我现在已经跟李家 没有任何关系了 跟李止涵 也在无瓜 叶先生 你解除婚约了 没错 我被退婚了 李家主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当讲不当讲 杨小姐请讲 既然你们李家 已与叶先生 解除婚约 可否把他 让给我呀 让 让人 对 我愿与叶先生 缔结婚约 已结百年之好 杨大小姐 你怎么会看上 这么一个废物 他不过是叶家的 气少而已 是吗 敢污蔑我杨若雪的 未婚夫 活腻了吗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出去 自己扇 自己一百个耳光 是 李家主 我刚才的提议 意下如何 这 这 我同意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呀 叶先生 等等我 你看看 我选择的女婿 你们不要 人家杨家追着你 我宣布啊 成人解除协议 就此作废 啊 你 你 你就这么忍心 眼睁睁的 会有女儿的幸福吗 为了她的幸福 难道她跟着军林 就不幸福了吗 你想想这 实账情节 怎么来的 如果没有大死 哪有你们这群白眼狼 智涵和军林的婚事 就这么定下 过几天找个日子 把定婚宴办了 你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 一个电话就叫来了 十张情节 并且 杨大小姐 还要嫁给他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在皇朝会所 叶军林用叶家大少爷的身份 欺骗了杨臣 他肯定用同样的方式 欺骗了杨若雪 你是说杨若雪以为叶军林 还是叶家大少爷 嗯 这倒有可能 但是情节的事怎么说呀 这个 我也想不通 情节的事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你想啊 能一次性调动 十张情节的 会是什么人 谁啊 那就是军王本人呢 你是说 叶军林认识军王 哎呀 他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废物 怎么会是军王呢 恐怕 他连军王的面都没见过 那是怎么回事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军王 看上你了 什么 哎呀 你想啊 我女儿 可是江城第一美女 聪明绝顶 美艳绝伦 可不止是在江城 就连江南四省 都有不少豪门上门来提签 军王之所以这么大手笔 关照咱们李家 一定是看上你了 妈 你说的是真的 妈怎么会骗你啊 我打听过了 军王与你年龄相仿 还是单身 并且他就处在云顶天宫 只汗 我觉得 这次 你要 主动出击 谁啊 我是李家大小姐 李止涵 特带李家来感谢君王 起来吧 君王的样子 怎么好像有点熟悉 只汗拜过君王大人 有什么事吗 只汗今日特来感谢 感谢赠送请柬一事 这是我们家传的叶明珠 献给君王 这个 是你家传的 是 既然是你家传的 还是自己留着 这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是不会说的 只汗心中 还有一事不明 你是想问 我为什么送秦俭 给李家是吗 君王圣明 我只是单纯的 敬佩李家主的为人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哦 你很失望 只汗不敢 只汗斗胆 提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君王大人 我能看看你 面具背后的样子吗 七日之后的君王宴上 你自然会见到我的样子 好了 我累了 我要休息 只汗告辞 这人的声音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好像在哪听过 销售数据怎么样 最新的销售数据已经出来了 李总 卖了多少 不是按理想 只有两百万 大家说说吧 我们新推出的美妆产品 销售惨淡 到底什么问题 李总 不是我们不给利亚 而是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自从外国品牌 进入中国以来 国内美妆品牌 它可以说是节节败退 现在已经有很多中销企业 已经撑不下去了 好了不要再说了 研发部的工作人员 你们有什么想法 薛老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李总 你要怪就怪我吧 是我把关不严 研发力度还不够 薛老 我没有责怪您的意思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您能保证 接下来的研发产品 能有市场竞争力吗 李总 我跟您说实话吧 我们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一款产品的研发 周期太久了 目前欧洲的美妆产业 他们使用的是小分子 CDMO技术 是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技术 而我们这帮够重要的 又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除非 除非什么 薛老 你有话直说 除非 我们能找到这款古方 有了古方 我们就能够 大大的缩减 研发的时间 可是 我们又能从哪里 找到这款古方呢 这款古方啊 早已经失传了 即便是有 也掌握在 极少数家族的手里 好了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吧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去打听 就说我止函集团 愿意高价收购 美容古方 一千万不行 那就五千万 哪怕是一个亿 是不是 我也是 我两个不愧是李总 除了这么高仇天 叶军林 我不是跟你说 让你把车 停到路边吗 你开到楼下干什么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等一下 我有东西要给你 这是什么 你自己看看 不就知道了 这是 你们公司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这是美容古药方 名为养严丹 价值一个亿 就当 是我对你们 里下的报答好了 叶军林 你精神正常点好吗 这张纸价值一个亿 你胡弄鬼呢 信不信由你 这几天 让你们花费大价钱 去寻找民间配方 有什么收获吗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找了这么多天 连个配方都找不到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李总 我们都是普通人出身 那人脉太有限啊 再说了 您是李家大小姐 您应该能找到吧 你 谁说我们李总没找到呀 李总 您的包里不是有张药方吗 我今天早上 帮您收拾的时候 都看到了呀 你看错了 那不是药方 李总 我分明看到了呀 那就是药方呀 那上面写着 药材和配比 不是药方 还能是什么呀 您贵人多忘事 怕是忘了吧 李总 原来你早就搞到了药方啊 害得我们白担心了一场 我就说嘛 我们李总肯定心里有底 刚才都是吓唬我们的 李总出马 一定长得很厉害的配方 这下我们公司有救了 李总啊 既然小张都看到了 你就拿出来吧 别再掖着藏着 这不都是为了公司发展吗 如果这个药方有用 那不也救了我们公司吗 这 这就是我捧了乱写的 等等 先别让 我能看看吗 这 不可能 没想到 老夫在有生之年 仅能看到这种宝贝 老夫 死而我 绝世竞辟 薛老 您怎么了 注意身体 这个药方 真的有用 李总 您 能告诉我 这个药方 出自何人之手吗 您 能带我去见见他们 老夫 给您跪下了 薛老 您能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 这配方 神来啊 这就是失传已久的 古药方 老夫也曾在古迹之中 溃剪过 凤毛麟角 也曾一度 致力于攻克 这个难关 可是无论怎么调配 都无法达到效果 仅是看到死配方 小炉 啼呼灌顶的 老夫敢用性命担保 这药方的价值 不会低于一个亿 你说的是真的 那小子 真把价值上亿的 古方给了你了 千真万确 可是 他怎么会有 这么珍贵的古方呢 这有什么呀 肯定是当年 从叶家带出来的呗 叶家 乃是帝都第一大家族 有这种古方 也不足为奇 可是 他怎么会愿意把古方给我呢 那还不简单 看上你了呗 我姑娘天生丽质 就连君王都有一垂险 别说叶军林 那个臭小子了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不许对他产生真感情 妈下辈子 还指望着你呢 妈 叶青林呢 睡了 爸爸 你不要冲我的血 我害怕 这就是你的命 把你的骨髓 移植给你弟弟 是你能为叶家 做的最后的贡献 她是 여기서听见的 你喜欢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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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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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叶军城 叶国宝 我只想让你们 宣战写场 拜见山本大师 这次我们专程飞机过来 又专程火车 穿越龙国内陆名山大船 你们龙国的名山大船 美景倒是不错 但是 你们龙国之人 格格还是那么弱小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好长期 区区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辜负了前皇陛下的身恩 应该却不在世 大师 请您听我解释 那个女人 绝非那么简单 她刚被升为五星战将 而且身边还有 暗夜君王保护 杀死 杀死那些武士的 正是暗夜君王啊 暗夜君王 很多年前我和她交过手 她竟敢杀死我的哀徒 我必杀之 那你 找到她在哪里吗 这个 君王她 山龙见首不见尾 我也不知道她的踪迹 爸 我知道她在哪 快说 上次那个女将军的生殖宴上 一个叫叶君林的家伙 自称暗夜君王 还坐上了 女将军给暗夜君王准备的座位 但有这种事情 冒充暗夜君王是死罪 就算那家伙 无需之罪 也很不简单 夜君里 这个名字 我听着 怎么那么耳熟 山北大师 他就是十多年前 被叶家驱逐的七少 真是应了你们龙国的那句古话 结束 人家露室 也许你还说 道国武士都是垃圾 我搬出山本大师您来 他怎么说 那家伙竟敢说 山本武田算什么东西 跟我洗马桶都不配 他要是敢来江城捣乱 我就把他头领下来 当球徒 他真的这么说 山本大师 那家伙就是这么说的 他藐视天皇 藐视倒国 就该签的王国 放开 找死 夜君里 我看你还能蹦得起一天 曼克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并告君王 你沐浸的死因还不清楚 不过 我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说 相传 当年你被逐出叶家 与一个人有关 谁 神算子 神算子 这是何人 此人 好像天下第一相识 与我们西方的话讲 是个预言家 此人现在身在何处 就在江城白云楼 你去安排一下 我现在又与此人见面 好 站住 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神算子的 神算子大师 也是你这种屌丝 想见就能见的 滚滚滚 麻烦上去传个话 就说联系他的人到了 我只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下不来 后果自负 这茶不错 多喝点身体了 大师 楼下有个小的叫嚣说 你要是晚一分钟 不下去迎接他 他就要砸了咱们的阁楼 这 好大的口气 在江州 没有人 能让老夫亲自出去迎接 对了 他说他是谁了吧 没说 但是他说之前联系过你 这 这不好 快快快 就你这调样 还让俺大师亲自下来接你 大师要下 老子当场叫你爹 叶先生 叶先生 您大驾光临 老夫又是愿赢啊 哎呀 最苦最苦 叶先生 哎 请 叶先生 叶先生啊 我们的保安呢 他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之处 还望海涵 不用紧张 我今天来就是来问你的事情 好 叶先生 请 来 雷老弟 我给你介绍 这个紫檀手串 是你的 是我的 怎么了 这个紫檀手串 是不是你从古墓里寻来的 对呀 这个呀 是我朋友 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宝贝 你刚开始把玩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神清气爽 精神百倍 身体毫无疲倦感 没错 确实如此 然而最近几日 你时常感到精力不济 呼吸困难 背上犹如千斤重弹压着你 是不是 哎哟 先生真乃是神人哪 我现在的情况 跟先生所言分毫不差 求先生救我呀 送你手串之人 就是要杀你之 死物乃是阴质邪之物 能够吸收人的阳气 不出意外的话 再有三天 你的阳气将要被吸干 而你就要魂归九泉 求先生救我呀 此等邪碎之物 也不该存在于这世上 你好 אם有作为 我以前才碰我 杀牙 专女 野 你 你 你 他是 多谢先生 救命之恩 身手的事 先生 我是江城 请帮帮主 雷千诀 以后 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这卡内 有一千万 还请先生 想他 好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下去吧 我和神算子 还要聊点事情 属下参见君王 起来吧 你不用紧张 我今天来就是 来问你点事情 只要我知道 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这两个兄弟 你还有印象吗 这 这恐怕有二十多年了呀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前 叶国鹏带着两个小孩 来你这里求过 一个名为叶君成 一个名为叶君灵 好歉 真龙命格 大师 这是何意啊 恭喜你啊 你的小儿子叶君成 是真龙命格 他能使你们叶家 龙飞九霄之上 那叶君灵呢 他 这叶君灵 是天煞孤星 能给你们家带来 血光之灾呀 当年就是因为 你的一句预言 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 叶君成 成了众星捧月的叶家大哨 而叶君灵 被抽走骨髓 赶出叶家 成了十不顾腹的叶家气哨 这并非我意呀 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呀 恕我要逆天改命了呢 君王你这是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那个 当年被你一句话 护走全部的 叶君灵 君王啊 君王 君王 饶命啊 君王饶命啊 这下 实在不知啊 你这么会算 怎么就没有算到 你今天会死吗 这 这 这是你后妈 指使我干的 继续说 他 给我五千万 让我 把这条预言 说给你父亲 他 他还杀死了你的母亲呢 这母亲 杀 事不为神 君灵 只还去找青帮男人要账了 被人把架了 快回来吧 好 我马上过去 表姐 真不知道你爸怎么想的 张商一直在追求你 他去把你许配给叶君灵 那个废物 哟 这不是叶家大少 叶君灵吗 怎么能要的来君王宴 时常倾简 却连青帮区区两千万的账都要不回来 还得让咱们指寒 求到我头上来 怎么 青帮欠你钱啊 好几句 回头我让雷千诀 把钱给你送过来 叶君灵 你大话说够了吗 雷千诀什么人 江城地下龙头 是你能指使的吗 那你是没见他在我面前下跪磕头的样子 这么热闹啊 不是 是谁要找我青帮要债啊 坤哥 是我 张家张立博 咱们还吃过饭呢 你忘了 您看 给兄弟个面子 把李佳的款给结了吧 滚 李总 我早就听说 李总财貌双群 气质不软 这一切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这样 你把这瓶酒干 两千万的事 好受 来 坤哥 给兄弟个面子 喝酒就算了 你 你 赚老几 让我给你面子 我喝 志涵 坤哥 那两千万的款项 我希望你信守仇人 嗯 李总好酒 这酒这么多 你能喝碗 既然酒已经喝了 那人 我可打人 哦对 你们回去告诉我 明天早上 那两千万会 打到他们李家的账户人 梁总 张绍 你就这么看着纸汉被带走吗 那纸汉的清白怎么办 滚 你们能怎么办 他是青帮头目 背后可是赤煞风雨的雷千绝啊 你 哎 把我仨 就你也敢动我的女 你他妈谁呀啊 谁的酷量没垃圾 把你小子弄出来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仅要逗你的女 我还要打你 我就问你 你敢不敢还手 是 你走 你走 立刻把钱给我准备好 否则 我现在就要你命了 也许连你疯了吗 连青帮的人都敢打 告诉你 今天 你不仅拿不到钱 小命还要留在这儿 你们赶紧把纸汉带走 这段事我处理 我看你们谁敢走 告诉 你他妈 立刻把钱给我准备好 明天怎么上 我们亲自去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他妈小要钱 下次见到你 下次见到你 他妈弄死你呀 智涵 喝口热水 谢谢 小心烫 叶峻林 你死哪儿去了 智涵遇见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居然当起了梳头乌龟 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还有脸问 智涵上午 去找青帮的梁亏要账 结果 被人灌醉了 要不是张上及时赶到 现在 只不定发生什么危险的情况呢 伯母 您就别为那叶兄弟了 他毕竟是个废物 就算去了 也没什么用 智涵明明是我 从梁冠兽得救下来的 怎么成了你的功劳啊 我说叶贤弟 我知道你刚来李家 需要一些功绩 来站稳脚跟 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 那这样 人算你救的 行了吧 你一个缩头乌龟 也跳出来逞英雄是吧 叶峻林 你居然抢张少的功劳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一个废物 有什么能力去认识 青帮的大佬呀 这个更新 好了 张少 谢谢你救了我 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肯定会很惨 志涵 人不是我救的 是叶兄弟救的 张少 你高风亮剑 不跟这个烂泥府不上墙的 废物一般见识 我可看不惯 志涵 怎么样 我来看你了 好点没有 秦庆 当时你也在 你说 是谁救的志涵 当然是张少 昨天晚上梁坤 对志涵动手动脚 要不是张少奋不顾身 志涵 你可就惨了 好了好了 叶兄弟需要建一些功绩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立波 你见了梁坤 屁都不敢放一个 现在居然说 志涵是你救的 你还真是不要脸 叶军林 你够了 你自己没本事 还见不得别人比你强 你贤儿怎么这么小 她毕竟是一个废物嘛 有点小家子气也正常 赵亚兰 你宝贝女儿干的好事 却要债钱没要到 还把人给打了 梁坤已经发生了 要灭了我们李家 温莎 你大哥不在 能不能等他回来再说呀 我大哥 我大哥 他现在已经被梁坤 绑到情邦去了 而且 人家点名 让李志涵上门谢罪 你们看着办吧 张少 人是你打的 你认识青帮的人 你能不能去求求情呀 这个事情 伯母 对了叶军林 你不是说人是你打的吗 这件事情 你必须负责 我可不 昨天晚上 不是张少仗义出事 英雄重人 怎么现在 让我负责 叶军林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自己闯的祸 还有别人跟你擦屁股 志涵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雷千诀我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一个区区的凉坤 叶军林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大话了 青帮雷千诀什么人 其实你一个街头小混混惹得起的 我爸不用你救 我自己去 这 想救你爹 可以 我给你这个机会 啊 花人 梁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问我什么意思 你把这个罢了 我可以考虑放了 好好的刺 好则 你就等着给你爹收尸吧 我就喜欢你这种冰山女总裁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记得好好地服侍我哟 梁总 谈事情可以 但这事不行 哟 为啥不行呢 难道 你就不想爽一爽 你 咋 我警官才不落泪 把他爹给我带上来 嗯 爸 我告诉你 你是从了我 还是让我弄死你爸 你自己选 你快走 别听他的 我岁数大 死了也没关系 快 啊 选了 我答应你 把他爸给我送回家 走 还是你个人 叶军林 志涵 你没事吧 叶军林 上次让你小子跑了 这次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都救不了你 我说的 叶军林 你快跑 你快跑 没事 我倒是想看看 你是怎么找不了我的 你小子 你们两个最好 现在给我下跪求饶 我可以考虑 不惊动我们雷帮主 你还是赶紧 给你们帮主打电话吧 我已经等不起要 见见这位大声过了 叶军林 你疯了吧 你现在要再不怕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没事 坐 他妈的 装逼 你给我等着 来 帮主 你说什么 在青帮的地盘上 被人给打了 什么人 竟然如此无法无天 你等等 我现在马上过去 去地盘会所 完了 废了 我等着 等我们帮主来了 把你们大谢八块 叶军林 我求你了 你快走吧 你不要再惩能了 等雷千诀来了 一切都晚了 没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我 雷千诀 头上动土 怎么会是 叶军林 帮主 我告诉你 之前李家 给咱们两千万的药品 全部都是刺品 都是不合格的 所以我才退了 他们的付款申请 谁知道 这个小贱人 居然带着 这个小憋三 过来打我 你看 这哪是打我的头啊 这分明就是 打您的脸呢 雷帮主 不是那样的 那两千万的药品 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通过 卫生部治检的 是他 滥用青棒的职权 来弄一些 恶心的潜规则 都这个时候 还在胡说八道是吧 老婆的这个狗杂碎 连列大师的女人 你干吧 这是要害死老子 雷帮主 我知道 野军林打人是不对 但在那种情况下 他也没有选择 我求求你帮了我们 大恩大德 我们李家勇士难忘 汪 可能不可能 我劝你们两个 现在赶紧来这下跪 求我们帮主 饶你们一命 杨坤 我让你来青帮 是让你帮我 点击问题的 而不是制造问题的 更不是 让你打上 老子的旗号 欺男霸女 别来未成的 帮主 你利用青帮 给你的这点特权 简直是胡作非为 你这是 在自毁我青帮的声誉 难道 我青帮七十二条帮规 都往干净了 七十二条帮规 按照帮规 利用青帮 离权谋私者 能如何论处 他 他一直 你是自己动手呢 还是让我帮你啊 帮主 我错了 饶了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别别忘 赶紧动手 是乱好什么 还不滚出去 李总 实在是乱好意思 实在想 约束不言 我雷千诀 生命好 没事 雷帮主 您太客气了 另外啊 我青帮 欠你李家的两千万 我现在就安排 另外 我再多打一千万 这一千万呢 就当做是利息 真 真的不用了 我雷千诀 利盈九弟 说出去的话 绝不会再收回来 你就在家里 等着收钱就好 这韩娜 这次为了咱们李家 你可是争了一口气 有什么用 最后 还不是要嫁给这个废物 白虾楼 这么好的龟虾 你真别做事 一向难不讲理 这次 怎么会这么好说话 我也不知道 当然是因为我了 张少 是你帮了我们李家 那是当然 要不是我在背后帮忙 别说是李叔 就连指寒 都会有危险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你说什么 就你这么个废物 连自己未婚妻 都保护不了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狂 就是啊 老李 你还留他在李家 干什么呀 赶紧让他跟止寒 把婚约解除了 这次的事情 军年也出了不少力 就凭他这份 挺身而出的勇气 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解除婚约的事情 以后不要再齐了 还有上次 药方的事情 也是军林处理 对了 军林 明天就是公司新药发布会了 你去买身新衣服 别太拉里拉遢的 知道了 智涵 我对你的一片痴心 日月可见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意思呢 张绍 你以后不要再讲这样的话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是谁 难道他比我还优秀 他当然比你优秀千百倍 只有他那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 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发布会 主要介绍我们新推出的美容产品 咱们就不客套了 直奔主题 新产品名叫养颜丹 它的功效是 超强呵护肌肤活性 由内而外排毒 呵护肌肤一生幸福 让皮肤永远保持在 十八岁的状态 打扰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 请说 麻烦你用岛国语 重新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我是岛国权威媒体 请你用岛国语介绍 不行 这里是龙国 我是龙国人 指寒集团是龙国集团 如果你想听岛国话 你可以去请一个翻译 但是 你要是听不懂我的话 你手上应该有相应的资料 李总 你的宣传有些夸张了吧 指寒集团的口碑 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这次的宣传 有些过激了吧 您知道让肌肤保持十八岁 代表的是什么吗 这甚至可以说 是人类的一次跨越 而且 您还说公司研发和产品 都十分准确 假衣乏食 如此信誓旦旦 您的自信是哪里来的呢 是啊 就是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 在每一款伟大的产品 面试的时候 都会受到质疑 之后我们会有产品的试用装 大家可以抽签 试用一下产品的疗效 我对我们自己的产品 有着绝对的自信 好了 可以开始了吧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倒要试一下 谁知道呢 如果有作假的嫌疑 我一定会曝光的 先别说那么多了 先试试看看吧 你不知道到时候就发现小孤独 这怎么回事 到了就他们出来就知道了 怎么回事 这他什么回事啊 这个男人还是得自己试探 凡事 每个人的情况 你怎么告诉你 你不说 什么什么时候出来啊 怎么知道呢 知道了 就是不一样啊 说呀 说不准啊 就是虎实一样 怎么会这样的 真的呀 真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啊 这么神奇啊 太厉害了 刚才就是不一样 这么神奇的妈妈 真的呀 这个不一样 天哪 他们真的变年轻了 刚才那个人的脸 本来很粗糙 现在 却变得光滑起来了 我刚才问了 说这些是龙国的补费方 龙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人的变化有多明显 前后对照之下 一切不可置信 都会变成铁一般的事实 这款产品什么时候上市 售价又是多少呢 你好 请问 贵公司打算什么时候 打开海外市场呢 就是啊 告诉我们吧 对啊 告诉我们吧 对啊 你好 我是导国财经新闻的记者 我对你们集团的产品 有质疑 我是导国财经新闻的记者 我对你们集团的产品 有质疑 请说 你们的抽样检查 大多数都是冬国人 恐怕 这不太公平了 再说了 刚才他们都去了后台 没有当着记者的面 做检查 不知道他们在后台 做了什么 我们作为记者 有权利申请一份样题 我们国家的化妆品产业 相当发达 所以 可以让我们的专业机构 进行检测 那不行 我们的配方是严格保密的 是吗 你们这么惧怕 第三方检测 这是不是代表着 你们集团的产品有问题 对啊 我也觉得该检测一下 是吧 首先 我们的产品 没有任何问题 其次 在我们的产品 没有发布之前 样品 是绝对不会外泄的 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李总 那可不见得吧 你们不允许检测 就代表着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 就代表着这产品 肯定有问题 所以 你们的集团公司的产品 是不是对身体 有着不可逆的伤害 是不是对身体 有着不可逆的伤害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亲自使用药品 不过不可以拿出去 只能在这里亲自使用 好 嗯 好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是 太厉害了 刚刚在这儿 我一定要 天哪 这 这也太神奇了 刚才有人问到 养颜单的销售区域问题 养颜单可以销售到哪些区域 我不做评论 但是养颜单不可以销售到哪些区域 我是可以做决定的 我宣布 纸函旗单的这款产品 永远不会进入党国市场 先生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说这番话 我国是发达国家 南亚洲最强 如果你还这么决定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向贵国投诉 您对党国的歧视 真是可大可小 先生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刚才说到了歧视 我可以告诉你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歧视 党国区区一个弹纹之地 还没有资格进入到我的眼睛 这款产品的药方是我的 我可以决定产品的去向 你 太过分了 八个 怎么还骂人呢 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 还飙上脏子 走哪来回哪去 好啊 快点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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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产品太神奇了 我敢说比顶尖的美容产品还要厉害 这真的是出自龙国配方 龙国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一群蠢货 这可不是什么古法 效果这么好 只有一种解释 这极有可能 是担药的配方 担药的配方 这是真的吗 我再次宣布 该产品永不套入到国 弹丸之地 有什么资格嚣张 让他们滚 担药 山霸大师 这个 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叶军林 叶军林 又是叶军林 哼 我倒过 其中他来体会 如我倒过过位 此人 敢杀 山霸大师 这家公司 名为止函集团 正是叶军林 为过门的老婆 李止函所在的公司 这家公司 我有熟人 您 有什么想法 有声淡满水 你现在出去 联合他的内衣 去将那个古法 我带回来 我有预感 你此无妨 未来将对我倒国 有很大的帮助 我遇到阻碍 杀无赦 喂 什么事 老板 出大事了 药方丢了 滋了好多人 什么 我马上来公司 怎么了 药方出事 跟我去公司 一定是什么 这不 是 是的 就是这样 我早上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 你可算是来了 现在什么情况 具体说说 李总是这样的 就在刚才 我们公司的几位学生 正在研究药方的配置 这时候 近来一名 不明身份的人 即把他们杀害了 抢走了药方 还复制了所有数据 并且销毁了实验室 什么 保安部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李总 我们保安部更惨 十八个保安 没有一个活口 全都死了 岂有此理 到底是谁 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 为了几个配方 杀了这么多人 对了 我记得药方 是经过层层加密 放到保险柜里的 连保险柜都被他们抬走了 连保险柜都被他们抬走了 保险柜是被人打开的 看来你们公司有内鬼啊 朱卫平 对了 是朱卫平那小子 今天白天 还跟我说要加班 说要晚上到实验室一趟 就把药师要走了 朱卫平 朱卫平 给朱卫平打电话 李总 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打了 全都无人接听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 就是这个朱卫平 背叛了止寒集团 有兼顾视频吗 给我看看 不知有 马上报警 算了 报警没用 等警察赶过来立案调查 我能破案了 药方早就泄露出去了 那该怎么办 你们在这儿等着吧 这 喂 马克 我在短信上给你发了一个手机号码 我要您卫星导航入侵这个手机号码 十分钟之内 我要知道这个手机所在的位置 郡王 我们找到了手机所在位置 手机持有人朱卫平 年三十二岁 于两年前从海外回国 现任止寒集团总经理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 我只想知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和什么人在一起 骑兵郡王 根据微型传回来的图片显示 他和一伙人进了皇冠假日酒店 经过对比数据库里的千万张照片 我们发现 其中有一个人是八旗神会的高层人员 八旗神会 流生淡马烧 这句流行 招惹我就算了 竟然还把触手伸到了止寒集团 寄托打药方的主意 麦克 你确定他们进入了皇冠假日酒店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我确定 郡王 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吗 就在刚刚 八旗神会的人 血血了止寒集团 这群鬼子 简直无法无天 遵上 属下请求代人 包围假日酒店 一网打尽 不用 柳生淡马烧 是山本五天的徒弟 很明显 他不是这次龙国之行的领头人 这边的事情我来解决 麦克 你去帮我调查一下 山本五天现在在什么地方 属下领命 柳生大人 明显到咱们这次的这么顺利啊 轻而易举的 就把药方给抢过来了 都是山本的 目光之军 对对对 大人您说的对 我们啊 都是为山本大人效令 为道国服务的 道国万岁 天皇万岁啊 独自可教育 对了大人 那个 您看这事吧 就是我多少也有些功劳 您之前许诺给我的那些好处 您看 你这就迫不及待了 他不是我心急呀 是那个止寒集团 他迟早会发现 我跟这事 他也有关系呀 他都已经报警了呀 我得在江场 在龙国都待不下去了呀 我呀 我会被通缉的呀 大人 您机票您给我买了吗 还有 您答应我 给我那一个亿 他还没到账呢 您可是知道 我是咱导谷忠实的拥护者 我愿为咱们国家效力 你 很想来我们国家 对啊 我很想去啊 大人 对您知道 但是 我不记得 我答应过他 这件事情了 不是大人 咱这事可不是开玩笑啊 是您之前答应过 这些条件之后 我才带您去了扎安集团 您忘了 是您之前答应过 这些条件之后 我才带您去了扎安集团 您忘了 是我病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为我们祷告做事 记住 你 就是我们祷告的一条狗 为我们祷告服务 就是你最大的荣幸 那行吧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弄我没必要躲在这 对吧 告辞 不是 你 大人 大人 你可别动刀啊 大人 看的 龙国人 这就是龙国人 像这种叛徒 到了我们祷告 也是祸害一个 祭萨 选知 求你干净 走走走 走走走 求你饶命 求你 求你饶命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至于离开龙国 好吧 然后我 我去欧洲 去东南亚 可以吗 我去东南亚 我去东南亚也行啊 求你了 求你了 看 这就是龙国人 一个个都是建筑 没骨气都获死 陈生 你 你没有算什么东西 胆敢 侮辱我 怂我 你没有算什么东西 胆敢 侮辱我 怂我 叶先生 是你吗 你是李总卫国门的老公 您是李先生的上门女婿 我知道您啊 您快救救我 快救救我 你就是 在发布会上 侮辱我们岛国的野军林吧 我还是杀你 阿格鲁 西萨 先知 给我杀 扶我龙国城 死 叶先生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是这帮倒过人 卑鄙无耻 他们蛊惑我 我也是一时 迷了心窍 我愿意为止寒集团 打一辈子供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你还想继续留在止寒集团 不不 不不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赎罪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我免费你打工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你有什么资格赎罪 像你这样的狗和精 只有死路一条 志涵 事情已经解决了 这是资料和配方 一块小搜 公司内部的人才审查机制 以后要完善了 那个叛徒朱卫平呢 朱卫平 他被自自杀了 死了 杀了我的爱主刘胜 我失杀机 叛徒朱卫平的身份 查得怎么样了 局委调查 叛徒朱卫平 正是十多年前 被敌赌叶家 所驱逐的欺少 最近才来到江城 成为了李家的 伤门女婿 不过 在这之间的 十多年时间 查不到她的人和资料 巴卡 叶军林 不只是一个女婿 嗨 老师说的是 学生也感到 十分的疑惑 但 实在查不到 其他资料 继续彻查 李叔 来 来 坐 这个你拿着 李叔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过两天哪 只含生日 你呀 去挑个好点的礼物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喂 叶先生 我爷爷还是想见你一面 想亲自给你道谢 您看 好 地址给我 我马上过来 谢谢您 呦 我他妈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手下败将 你 你来杨家做什么 杨家的大门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我们侯家和杨家 每年赢业额高达几千万 我们都不敢随意打扰白老将军 不瞒你说 今天就是杨老将军亲自请我过来的 你以为你谁啊 你骗得过李家 骗得过我 你只不过是叶家的一个气少而已 楼椅 你说谁是楼椅 这儿还有别人吗 上次有秦将军庇佑 逃过一切 今天我劝你赶紧滚 免得我 打开杀戒 你让谁滚呢 你让老将军 不让这小子滚 叶先生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居然敢让他滚 谁给你的勾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 什么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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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 爷大少爷爷爷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 这爷爷 害怕 永远不识泰山 我看 你们是狗眼看神低 爸 滚吧 不将每年的三千万订单取消 全部转交李家 是 爷爷 什么 阳老将军 阳老将军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这 在下不敢 不敢还不滚 是 赶紧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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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 您请 叶先生 身手不凡 少年宗师 让老朽佩服 杨老您过去 了 叶先生 那天在猎场 使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嗯 还望见谅 嗯 没事 您不用放在心上 不知 叶先生在哪里高就 四季 我现在给整涵开车 每天接送他上下班 这岂不太浪费人才了 如若叶先生愿意 我立刻上表国主 领你从军 位列上将军 不知 你意想如何呀 多谢老将军的好意了 不过 我这个人自有散漫惯了 我想 还是算了吧 哦 对了 杨老 您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中过一枪 对啊 子弹 从前胸进入 贯穿了整颗又肺炎 从背部出 擦伤了脊柱 损害了中枢神经 长生让你头痛欲炼 严重的时候 甚至不能走路 我说的没错吧 叶先生 这乃神人呢 这疾病困扰我多年 你是如何得知的 我略懂医术 哦 这个 是我亲手炼制的丹药 名为九转大环丹 你服下它之后 便可去除顽疾 这 这就是丹药 没错 哎 爷爷 没关系 我相信叶先生 神经 爷爷 您感觉怎么样啊 我的头 一点都不痛了 我 我好像年轻了十几岁啊 太好了 我原的病好了 谢谢你 叶先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就当做枕飞了 请收下 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喂 什么 你确定吗 好 我来想办法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妈 公司出事了 所有和止寒集团合作的公司 都解约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不怕陪违约金吗 按法律规定 违约金一年以内支付 按这个速度下去 一年以内 止寒集团早就破产了 还谈什么违约金 怎么会突然这样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呀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是叶家搞得怪 叶家 一定是因为我们 收留了叶军灵 被叶家记恨上了 这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都怪你 非要收留这个丧门星 这事不能全怪君敏哪 但我也没想到 他业劲 能把事情做这么远呀 不就是订单吗 我随随便便 就能拉来几千万 我说你不吹牛会死呀 他随随便便拉来几千万 你要是真有这本事 也不至于 赖在我们里家吃软饭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要不是集团 订单 三千万 我看看 有阳市集团的公章 是真的 我就说嘛 咱们军灵 绝对是动娘之才 军灵哪 你不会是我们 李家的好女婿呀 妈 你说什么呢 志涵 你听妈的 君敏哪 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亚兰哪 这次 咱俩的意见 终于统一了一回呀 真是的 好久不见呀 大哥 别叫我大哥 我没你这样的弟弟 我们手足情深呀 你不认我这个弟弟 我得认你这个哥哥呀 当年要不是你的骨髓 我可能早就死了 可笑 让你多活了二十年 你必得意 但我还真得 谢谢你呀 你们叶家如此大动干戈 看你这个龙太子亲自出面 该不会是为了针对我 当然不会 爸爸念起骨肉亲情 特意嘱咐我 既然你现在已经废了 留你一命 又何妨 好一个念起骨肉亲情啊 既然不是为了我 那你们来江城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你现在已经是个废物 那我也无妨告诉你 我来这里 是为了拉拢一位大任务 大任务 该不会是阿叶君王吧 对 你就这么确信 君王会为你们叶家祖用 我叶家 乃帝都第一大家子 百年积业长青 政商关系 遍布整个路 而君王 是暗黑世界的首领 若是我们两家可以合作 那连国主建了 都要给三分搏面 只可惜啊 你们叶家 马上就要毁在你们手里 你 你说什么 你给我听好了 以后 不要再给你们发出手 否则 不够不客气 爷爷 这是长白山的千年许身 听说您身体不好 吃了这些 可以滋补元气 延延益寿啊 君城有心了 你何必破费呢 一点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君城 你作为 你作为叶家的独子 那么大的一份家业 需要管理 怎么有空跑到江城来呢 我是想问 我和若雪的婚约 何时律行 我这次来 主要也是为了这个 我爸对若雪 可是很满意呢 这个事我做主了 下个月的十五号 就换你和若雪的定婚宴 我找人算过了 下个月的十五号 就是个好日子 大吉大利 爷爷 你说什么 我还没同意呢 自古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怎么 你还敢违逆 我不同意 谁叫谁叫 你这个逆女 爷爷 手下留情 现在这孩子 我给管坏了 爷爷 我看哪 这事有点突然 若雪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 我这段时间会待在江城 和若雪 好好培养感情 说什么 你 爷爷 可能之前 若雪对我有些误会 可能需要点时间 我家若雪啊 有你一半懂事就好喽 叶军林 你来这干嘛呀 来这还能干嘛呀 喝酒啊 正好 坐下来陪我喝两杯 那我先生 我家人 给我说了一桩婚事 对方是 帝都叶家的公子 但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记得 你不就是叶家人吗 那你们 没错 他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那我还不是嫁给你 我没跟你开玩笑 也只说 要我嫁给叶家 又没说嫁给谁 可是我马上就要和梓涵结婚了 那我怎么了 反正他们李家也看不上你 你入坠过去受气 再说 我比那李梓涵差了哪儿啊 论家事 我们杨家是江城的名门望族 论长相 我比他串哪儿了 可我只是个业家气少 那又合法 像你这样的男人 以后一定会在事业上大展宏图 所以就算吃苦受累 我都会陪着你 那我要是成就不了一番事业呢 那我就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了 别闹 我们之间不可能 现在你有我的人 别闹了 我们之间不可能的 后两天我交合只团订婚了 不行 我不同意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见 而且 我还看见 若雪小姐 亲了叶军林一口 叶军林 我与你事不理 张上 这次纸函的生日聚会 全程有你一个人赞助 真是破费 这家法国餐厅 我们听说过 这里面的包销 最低消费有十万块 张少最近在哪发财呢 不知道啊 我们张少最近 开了一家贷款公司 挣了不少钱 这点钱 对我们张少来说 那就是酒油一毛 不值一提 张少在百忙之中 还记得指南的生日 可谓是用心良苦吧 这可比某些人要强多了 自己女朋友生日居然要别人请客 真是 这脸皮呀 厚得没边儿了 服务员 您看一下菜单 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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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 你还会说法语 一般吧 只是掠斗而已 我是特别厉害 志涵 我觉得张总的法语 说的也不怎么样啊 语句不通顺 水瓶嘛 就跟三岁小朋友似的 听叶先生的口气 你也会把你 嗯 比你情不少 那你自己来点 不用客气 江少 你不要为难他了 他不会 哈喽 女士 我愿意开始 一套小西 大意见 先生 您的法语很流利 是洆湞的巴黎口音 小姐 听您的口语 您是来自卡尔瓦多斯吧 你太棒了 居然能听出来 我的家乡在卡尔瓦多斯 去过一次 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先生 您真是我见过 最绅士的华夏人了 您能告诉我 您的手机号吗 不好意思 女士 我已经有为婚姓了 哦 那个 我来提一杯啊 今天虽然是我做董 祝志涵青春永驻 越来越漂亮 生日快乐 志涵 这是为你准备的 生日礼物 天哪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海洋之心 你们不知道吧 这个项链 据说价值五百万 张少可真舍得 为止涵花钱呢 张少 对不起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好吧 既然纸晨不可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不知道 叶军林为止涵准准备了什么礼物 叶军林 纸晨晨生日 你就准备这么个东西 叶军林 别告诉我 这是你从地摊上买来的 地摊上 我看呢 就是从垃圾桶里边捡回来的 叶军林 这就是你不对了 纸晨一年才过一次生日 你就准备这么个破玩意儿 不会连百八十块钱都不舍得掏吧 他是无价的 听听 还无价 看这玩意儿给狗 狗都不带 吹牛一点草稿都不打 志涵 你还是收下吧 这好歹是你未婚夫送的呀 正所谓千里送额毛 已经情意中不是 什么野军林 到底上辈子欠了你什么 为什么你要跟狗屁高药似的站着 居然当中做破东西给我 故意让我在大家面前难堪吗 叶军林 你这混蛋 我恨你 我讨厌你 这牛正点呀 确实挺正点的 咱俩竟然能遇到这么个极品 你们是谁 你们想要干什么 能干什么 当然是干哪了 我劝你们高乐来 不然我就叫人了 叫啊 叫啊 叫我喉咙也没用啊 别跑啊 你不要跑啊 宣王 是你吗 就要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跟他已经等 我也是碰巧路过 你的脚好像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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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可当时 赵少 这回可真是打破铁鞋 无灭出火 得来全部被攻破 这回咱们可是有福了 那当然了 这可是李志涵表妹 能不漂亮吗 睡不了李志涵 把她表妹给睡了 也是一种享受啊 让你带的东西 准备怎么样了 必须的 赵少 这个是目前市场上 最清晰的摄像机 等会儿 一定能排除 这个骚货的浪窍 把她风骚的样子录下来 以后 不吵她不听话 去吧 张少 我准备好了 嗯 这身材还真不错 谁呀 我他妈难知道 去 他妈谁呀这是 野军林 你 野军林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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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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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他好像是被人下毒了 我得把他把毒逼出来 不 않을 他不是 我 原军林 你个混蛋 你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呀 妈 你年轻的时候 真漂亮 老了 岁月不饶人呢 你看这张 这是你六岁的时候 就那么大点 都知道臭美了 军林哥哥 等我长大了 我就嫁给你 好 那你会娶我吗 会让你做全世界最美的新娘子 我把这个手链给你 等你长大了 你就拿它来娶我 好 那你可不要不认账哦 拉钩 拉钩 上吊 一百年 不许 变 枝涵 枝涵 妈 你怎么了 我就是想起来一些以前的事情 表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送请柬的 我跟军林 我跟军林 交定婚了 什么 表姐 你真的要嫁给他 其实我觉得 军林挺好的 好歹 他比张立波那种顽固少爷要好吧 表姐 你可不能心软呀 你长得这么漂亮 又是公司总裁 怎么能嫁给叶军林那个废物 我跟他是青梅竹马 小时候 还答应要嫁给他的 那都是红年马月的事情了 再说那都是小时候 婚姻大师 绝分而戏 其实我现在也挺纠结的 有时候 我觉得他只会说大话 但有时候 他要对我挺好的 表姐 叶军林他 他怎么了 他 他就是个废物 我早就想通了 只要他对我好 废物就废物吧 表姐 你 好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记得来喝喜酒 感谢各位今天百忙之中 来参加小女的订婚宴 我的心情啊 也是十分的激动 相遇李子涵 和小区叶军林 自肉相识 青梅竹马 今日 终于喜结良人 永结同心 再次订婚 请喷好人们 共同见证 好好好 好好好 接下来 捕换订婚戒指 戒指一旦配的 代表订婚 手相牵 金相连 爱情第九天长 从此无怨无悔 太浪漫了 恭喜恭喜 不行 这是谁 你冲进来 你不能嫁给他 叶军林 你个混蛋 小狼掀开 你滚 快出离家 再也不要出现 琴琴 你喝多了 这是我婚礼 你别这样 盘棋 别来 他就是个垃圾 肃胆包天 你求你滚 琴琴 你别胡说 盘棋 你不知道 叶军林 你冲击他 脚泡了吗 什么 你敢 金晴 你说的是真的 表姐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小涵 你听我解释 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 你现在给我滚 滚 你都不想听我解释一下吗 你是不是想说 你什么都没有做 是轻轻诬陷你 连你也不相信我 是吗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与你们李家 恩断义军 老大 要不咱们把义军林那个家伙 给干掉 混蛋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你忘了我们今天 是来干什么的 反乡 好大名是 我们今天是过来招揽君王的 你天了 连君王的面都没见上 回去怎么交差 老大 我听说 君王住在云顶天宫 真的吗 确认问去 这云顶天宫 是国主安排君王 在时的住所 看来 我得亲自出面 见一见君王了 这就有意义 这里面明明有人 但我却察觉不到 这人在何处 帝都叶家 叶军城 拜见君王 只有你来了 你爹叶国鹏 哪周会鸡呢 我父母特意派我来江城 拜叶军王大人 他一个晚辈来见我 而不亲自出来见我 莫非 是看不起我 不是不是 我父母明天就到 我只是先来一步 那就等过两天 君王验上 见到你的父母再说 谢君王 妈 过两天 就是我宰的那两个贱人 明报仇的世子 喂爸 君王要见你们 君王是这么说的吗 千真万确 行 那我跟你妈 明天就坐飞机过去 爸 那个君王 真有那么厉害吗 闭嘴 君王的实力 其实你可以传播的 喂 君王 未经查到 山本五天的位置 在哪 他在俊悦酒店 二十八楼一个房间 会见侯家家主侯长群 吴长群 又是一个狗汉奸 禀告秦将军 紧急军情 别着急 慢慢说 根据情报 山本五天 现在在军阅酒店二十八层 与江城侯家家主 侯长群会灭 现场会有大量的武装人员 马上调动所有兵力 包围军阅酒店 将他们一亡大计 我那两个徒弟 虽然没有达到宗室级别 但是 也是一流的高手 竟然被一个 矛头小子给杀了 叶军林 很不简单 你说 叶军林曾经在 秦良玉的生殖宴会上 他自称是 安叶军王 是 他还坐在 秦将军 给安叶军王准备的位置 那 叶军林 和秦良玉 什么关系 据说 他曾经和秦良玉 有过婚约 很有可能 我第一次 派来刺杀秦良玉的杀手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更有可能 他就是 安叶军王本人 这怎么可能 不行 江长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秦将军 所有的出口都已经被我封住 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我现在 必须走 来 二 你要走哪儿去啊 叶军林 山本武田 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这 这是山本武田 没错 他就是岛国八旗神会武将级高手 山本武田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实力 单杀山本武田 现在不知道 但他 肯定在楼里 二十八楼 你们在这里守着 一只苍蝇都别放进去 爷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 把山本那小子扔出去了 现在 你可以饶了我了吧 我先上去看看 跟我走 将军小心 饶了你 你勾结岛国鬼子 枪害同胞 像你这样的狗汉奸 只有死路一条 不行 我有钱 我有很多很多钱 这张卡里有五十亿 密码是六个六 全都给你 你发财了 喝 汗芦 受死吧 是 都是 事情 还有温度 小主应该就在附近 给我搜 是 报告 将军 楼梯已经搜过了 没有人 报告算已经搜过了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地下室和厨房也搜过了 没有发现 怎么可能 难道它评估消失了吗 喂 郡王 叶果鹏和周汇姬 三十分钟前抵达江城机场 现已入住豪亭大酒店 太好了 大人终于守够了 是什么守望了 对了 郡王要准备的怎么样了 全部准备就绪 明天正式召开 好 好 老大 老爷来了 走走走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郡王宴明天就要开始了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 爸 万无一失 行 你们先在这待着 我出去一趟 快看 我明天君王宴 穿这个怎么样啊 挺好 再配上那个红色的小香包 挺好 你 李老爷 叶老哥 你怎么来了 快坐 快坐 我是来看看 老李在江城搞得怎么样 我这都是小打小闹 拿着跟叶老哥你比 你看 亚兰 亚兰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这么漂亮 哪里呀 年纪大了 不比从前了 我们得有二十年未见了 没有 可不是 得有二十多年了 时光飞逝 咱们呀 都老了 是啊 我听说 韩都长成漂亮大美女了 怎么没见她在家呀 她现在公司忙着呢 叶老哥 您是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借借叶军林 叶军林 他呀 已经不在我这 什么 快别提那个叶军林了 我们好心好意 把女儿嫁给他 谁知道 他坚强抱的我侄女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就不信了 我要是带着这个逆子 我非拨了她的屁 好久不见 是啊 咱们上一次见 好像是 没想到 我们家君王爷 能坐到这么靠前的位置 我想 这京城四大家族 也未必吧 这还不是因为咱们家指寒 要不是指寒 君王怎么会对咱们家 特殊关照呀 指寒呢 指寒 我说让你去找君王一趟 你为什么不去 多好的机会呀 过了京 君王就不在江城呢 妈 我没心情 你该不会 猜笑着那个混蛋叶军林 那个小子 让咱们李家 溜了那么大的脸 赫米特 扒了他的皮 冲了他的筋骨 妈 你别说了 我现在心里很乱 指寒 你别哭丧个脸 一会儿啊 君王就来了 你要好好表现 说不定 君王一高兴 大手一挥 咱们李家 就成了江城第一家族了 我觉得这事吧 还是有蹊跃 叶军林这孩子 素来老实 这事我觉得 他干不出来 那难不成 还是情情栽造陷害他呀 哎呀 这有些人 就是人面受薪 道德败坏 要我说 那天就不应该放他走 把他扭到执法局去 哎呀 好了 家丑不可外扬 不可外扬 我们在那天丢了那么大的脸 恐怕现在 整个江城都知道 哎 不可外扬 哎 哎 哟 你们做这桌 怎么了 这可是一号桌 什么一号桌 看来你们是得到君王赏识了 李家老腾飞了 恭喜 恭喜 借你几言 你说 志涵的婚事怎么样了 婚事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叶军林强暴了我表妹 什么 你说 谁强暴了于晓 叶军林 这 怎么了 啊 没事 叶军林 真是禽兽 禽兽都不如 叫我见了他 忽然打到他的腿 说 你要拿谁的腿 叶军林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偷了你们李家的请柬 我记得 你们不是有十份请柬吗 我来这儿还需要请柬 不需要请柬 难不成 你还是君王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君 真是笑掉大牙 你这个丧家之血 禽兽不如的东西 还敢自称君王 难道你就不怕掉脑袋 掉脑袋 我看 要掉脑袋的人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你是真的要掉脑袋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再比你三秒 到底是谁 强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强暴于情的不就是你吗 你个枪奸犯 三 你要干什么 这里可是君王爷 我劝你不要乐白 杀人了 杀人了 儿子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儿子 把自己醒醒 把咋 叶君临 你这是丧心病狂 恒心发的无恶不错 敢在君王爷是杀人 我没命了 我没命了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叶君临 你以为你会连武功 你就可以烂杀武功吗 敢在君王爷上杀人 君王一定会替我来报仇的 叶君临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跑 志涵 谢谢你的好力 不过我真的不需要离开 我不但不需要离开 我还要在这自证亲伴 交付迈克刀 交付大人 交付大人 严局立在君王爷上 滥杀无辜 杀了我儿 你一定要主持公道 如果你儿子确实无辜 我定会主持公道 但如果 还是罪有应得呢 交付大人 你 你这是 嗯 交付大人 你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是哪个人在这间座 你是什么呀 赵上 我准备好了 好 嘿嘿 他妈谁呀这是 呃 野轩林 你 呃 野轩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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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他的错 我也不知道 这 这不可能 实行看来已经真相大白 张立伯是罪有应得 而 叶军林 是为民除害 我们郡王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但是也不会 错怪任何一个好人 对不起 姐夫 说我错怪你了 求求你原谅我 起来吧 不知这无罪 野军林 我 我冲动了 对不起啊 伯伯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没有怪你们 其实清楚了就好啊 野军林 你愿意原谅我吗 可我现在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废物 还是一个臭屌丝 能配得上你这样的大小姐吗 配得上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们都很般配 志涵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些事情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很少信任任何人 但是志涵 我相信你 那你还记得 你说你要娶我吗 我当然记得 我会重新给你一个订婚宴 一个盛大无比的订婚宴 爱就像带落下 怎么让人不成功 秦良遇到 秦将军 不知道今天秦将军会来这儿 早就成为秦将军 今日一见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叶军林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你还真是不要你 死缠烂打直到现在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 这里可是君王宴 竟敢偷偷溜进来 我缠着你 秦郎月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有邀请函吗 就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我 就没有这个君王宴 叶军林 你在说什么呢 上次搅黄了我的身职宴 怎么 这次又来搅和君王宴了 叶军林 我看你这是活腻了 谁活腻了 一会儿就知道 熟面孔挺多呀 看来这江城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 叶公子 李家主 这不是我那废物哥哥吗 什么 君王宴 也是你有资格来参加的 像你这样的畜生都能来 我凭什么不能来 你 今天是君王宴 我不动用武力 但你给我 撑 你们都在这桌座啊 杨大小姐 叶先生 你也在 你不是和李家决裂了吗 又和好了 真相已经大白了 我就说嘛 叶先生怎么可能 做出那种事 只是可惜有些人呀 有眼不识金香玉 冤枉了叶先生 杨小姐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觉得 你们俩一点也不般配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跟君林很般配 李志涵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 根本配不上叶先生 只有像我这样的天之娇女 才配得上叶先生这样的男人 李志涵 我爷爷是开国将军 我们杨家在江城 是第一大家族 资产几千亿 在正商两界的人脉 更是数一数二 你说吧 你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肯把叶先生让给我 杨小姐 据我所知 你已经和京城叶家 叶军成先生 有了婚约 你这样做 有些不太合适吧 杨若玺 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叶军成 放在眼里 你何必要拿一个废物 来侮辱我吗 可是我觉得 你不如他 比我强 我是叶家的大少爷 帝都除龙 五道通天 将来是叶家的掌权人 这个废物 不过就是被叶家赶出来的 一条丧家之犬 没点比我强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愿意让出叶先生 我杨若玺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感情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既然军林选择了我 我也不会放弃他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很好 叶先生恭喜你 恭喜你找了一个好老婆 不过我也没什么遗憾 刚才就当我啥也没说 杨若玺 你 杨老将军 来 坐坐坐 杨老将军请 叶先生 你也在啊 我来做做热闹 您 我认识 岂止是认识 叶军林 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颗丹药 只好了我多年的顽疾 军林 你会医术 不然你以为 杨若玺的配方是谁写的 是你 可您介绍一下 小婿 叶军林 小女 李志涵 李家有死成龙快婿 何愁李家不兴啊 谢杨老将军夸奖 迈克 叫 到 迈克先生 迈克先生 君王 什么时候来啊 君王他 已经来了 这么说 君王 现在 就已经 身在宴会之中 对 这君王 可真是神秘莫测 所谓 大隐隐于世 君王 能够隐于宴会之中 而不被察觉 说明 在现场的人 没有人见过他 志涵 你不是见过君王吗 可是 那天君王戴着面具 我也未见真人 正所谓 真人不露像 也有几人 一生中 能够面见君王呢 老朽 今天真是幸运啊 是啊杨朗 他可是凭一己之力 灭掉了整个西方黑暗世界 成为暗夜君王 坐下十二座神 就连教父 也是其中之一 并且他的年纪 竟然没有超过三十岁 帝都叶家到 你们快看 那不是帝都叶家家主吗 这可是帝都第一大家族啊 看了君王的面子真不巧 叶家主 杨老将军 李家主 叶家主 叶君林 你还有脸来 你这个逆子 败坏我家风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叶兄 这事儿 已经真相大白了 和君林 毫无关系 咱们冤枉他了 真的 千真万确 证据确凿 我就说君林这个孩子 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就是周慧姬 逆子 周慧姬的名字 也是你这个混账交的 没错孩子 我就是周慧姬 这么多年没见 都长这么大了 孩子 这几年 让你受委屈了 不过 这一切 都不是你父亲的本意 他也是 迫于无奈 你这演技 要是不拿奥斯卡奖 真是可惜了 混账 你说什么 叶国鹏 你没有资格说我 大哥 息怒息怒 君林就这脾气 性子比较耿直 他没有恶意 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也不配做我的儿子 好 很好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国鹏 他还是个孩子 你别在这假行星了 我嫌恶心 混账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君王在这 我早就打断你的狗腿 自行家法 你 就是你 你使用继某 让父子绝练 还臭我的骨髓 换给你新天会有白血病的儿子 还把我输出叶家 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神算子吗 他怎么也来了 神算子 谁是神算子 神算子你都不知道 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的神算子像师 叶先生 有我在这儿 有我在这儿 你不用怕 实话直说就好 就是他 要我 批出 那条预言 并且 给了我一大笔钱 什么 会计你 接着说 我还知道 叶老爷子 你呀 那结发的妻子 就是他 用毒药 害死 你 你胡说 周桂七 如果你仅仅是把我赶出了叶子 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但是你杀害了我的母亲 杀马之仇 不共戴天 我还会 不过 妈 你真怕 许麟 我跟你拼了 这 这 他 这 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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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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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我不服 我才是真龙面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让你知道 你是死在了谁的手上 迈克 属下在 告诉他 我是谁 您是安黑世界至尊统领 助神指王 暗夜郡王帝下 居然是君王 月言说的一点都没错 是你给叶家带来 血光之载 叶军林 这个宴会厅 埋伏了二十斤炸弹 只要按下按钮 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 叶军城 我是真没想到 你既然丧心病 帮到这种地 这些炸弹 是给君王准备的 没错 只要君王不答应 跟我们一家联盟 我就送他上西亲 我得不到的 你们也别想得到 你说的炸弹 就是这些东西吧 你们 你们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我就送你一张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是君王 怎么可能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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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笑我一直自视清高 竟然亲手毁了和君王的婚约 他说的没错 他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我 我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叶军林 竟然杀叶军王 原来这些天 都是我错了 那呢 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差点回了指寒 和君王的情欲良缘 好啊 老夫 果然没看错 叶军林 果然不是一般呢 无道通神 医术也能扭转乾坤 这 也只有 暗叶君王 才有此等实力 你们李家 费尽心思想要巴结的君王 就在眼前却不止 你们也真是 积了八辈子得了 才得到君王的垂青 叶国鹏 你虽不是水哥 但你也是帮凶 听信谗言 将我逐出叶家 紧急害死我母亲 你可认罪 我认罪 念在你我父子之情 我不想背上 赤父的罪 我可以找你一命 但是死罪可免 我最难逃 我命令辞去叶家一切之物 后半生为我母亲守目 你可愿意 我愿意 诸位 刚才处理了一些家事 让大家见仇吧 参见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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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林 你真的是暗夜君王吗 现在 认出来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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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